8月3日,上海举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 上海市卫健委主任乌金蕾表示 上海新增一例本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根据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有关要求 将上海一小区列为中风险地区 将浦东新区川沙新镇华夏二路1500路 新园西苑小区列为中风险地区 上海市其他区域均为低风险 上海市浦东新区副区长李国华表示 据调查 该人员为外航货机地面服务人员 主要负责外航货机组浦东机场地环运送的车辆驾驶工作 截至8月3日9时 已排查到该病例的密切接触者52人 和在户密接的密接250人 已全部落实集中隔离措施 首次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截至8月3日9时 已排查到三查对象 六万四千八百六十人 全部完成核酸采样 两万七千一百七十四人核酸检测结果 都为阴性 其余样本尚在检测中 吴经纬表示 根据目前流行病学调查 患者近两周内无外出旅居时 目前为止 尚未发现该病例与国内其他地方的疫情存在关联 疾控部门正抓紧开展基因测序 截至8月2日上海市18周岁以上人群完成全程新冠疫苗接种率已达85% 作为高危人群 该名机场员工已接种过疫苗 我们全市完成全程接种的人数达到1876.63万人 18周岁以上的人群完成全程新冠疫苗接种率已经达到85% 全市累计接种3811.16万剂次 针对病例接种疫苗后被感染这个问题 上海市新冠肺炎临床救治专家组组长张恩宏回应称 百分百亿方感染的疫苗是不存在的 在完成疫苗接种后 突破感染的病例只是少数 广泛接种疫苗将使病毒传播速度大幅度减缓 让防疫工作心中有数 正值暑期旅游高峰期 暑期能不能出游 张恩宏表示 全球正处于新冠大流行的时间节点 除了疫苗广泛接种和防疫部队的迅速反应 市民配合也很重要 在旅游这件事上也不例外 他建议民众不能去高中风险区旅游 高危人群且没有打过疫苗的民众 也不适合旅游出行 大家对旅游现在要比较谨慎 如果你是年纪很大 你现在是一个慢性病的一个患者 哪怕是恢复期的 我们都认为是免疫力比较低下的 这种情况 如果你正好还没打过疫苗 那对不起 我不认为你是非常适合旅游的 不是别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